我有几位朋友 家裡有一些三、四歲的小朋友 而為了這個年紀的小朋友買玩具 真的很傷腦筋 又要小朋友喜歡 又要有教育意義 又不可以太貴 又要耐玩 而最近其中的一位家長 在一份關於兒童心理的報道上 得到了啟發 這份報道說 原來有一件事 每個屋都有 亦都很受小朋友的歡迎 這就是紙盒 喜歡玩紙盒的小朋友 比起喜歡玩玩具的小朋友多出兩倍 為甚麼? 因為紙盒這個最簡單的玩具 能夠令小朋友全身心充分活動起來 當小朋友以各種方式來玩舊紙盒 例如砌屋 又或者把紙盒砌成飛機坦克 左搭右搭 小朋友就可以毫無拘束地發揮想像力和創意 刺激他們的思考 發掘出不同領域的事物 遇創意於遊戲 紙盒作為玩具 就是因為簡單 所以玩法有很多變化 不容易悶 我這個朋友後來就用紙盒和小朋友 經常地在家裡自製玩具 發明遊戲 度過了很多快樂時光 而且他發現小朋友很喜歡躲在紙盒裡玩捉衣 可不可以告訴我嗎?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于愛蓮 歡迎你收聽愛說兩分鐘 我們十分期待你的回應 請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發電郵到 五十二Mtalk at gmail.com 是五十二MTALK at gmail.com 願神慈福給你 為什麼我會onymous sociales 下次會見 別忘了 собой 做會 我 拜全 我 會 在那邊